蛋蛋丸 Q&A 第一题蛋蛋丸是什么食物 蛋蛋丸是海洋胶原蛋白 它是这么多种胶原蛋白最高的 也是身体吸收率最高 可以等到九成那么高 所以它的功效可以够明天 蛋蛋丸会不会很难吃 绝对不会 通常是用植物性胶落 包裹这些海洋胶原蛋白 所以入口就不会像海洋胶原蛋白粉 或者胶原蛋白粉 很难吃 吃这个丸又容易吞 又完全没有辣味的味道 蛋蛋丸会不会像胶原蛋白那样 吃完股脂肥的呢 绝对不会 通常有很多胶原蛋白 可能想掩盖那种无蓝红的味道 可能会加入了糖或者其他香精 甜味剂可以掩盖那种味道 所以有时我们吃的时候 不知不觉吸上糖粉 通常这只蛋蛋丸 就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是里面的唇膏原蛋白 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成分 所以吃下去就只吃了 帮你皮肤和身体的胶原蛋白 绝对没有任何脂肥的成分 蛋蛋丸吃完有什么功效呢 蛋蛋丸除了帮我们皮肤 可以吸收胶原蛋白之外 因为它是内服的原因 其实身体里面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加盐蛋白 例如我们想头发有光叉 加盐蛋白可以帮到手 身体的皮肤想光滑一点 加盐蛋白都可以帮到手 甚至是一些关节问题 都可以加盐蛋白帮到手 所以蛋蛋丸就是一个 吃完之后对你的皮肤、头发、身体 都有帮助的一个优势 那吃完蛋丸会有什么感觉呢 最明显我们很多客人都跟我们说 首先就是觉得皮肤会不会那么干 皮肤的弹性都好了 有些客人甚至觉得自己皮肤光滑了很多 毛孔都洗了很多 然后有客人跟我说 皮肤、身体、头发都是很大的帮助 那蛋蛋丸要怎么吃? 一天吃多少个? 头三个月我们建议是一个加强补充型 一天吃4个 那就没分过一定要什么时间 用你喜欢的 早上也可以 晚上也可以 餐头餐前也可以 一次过吃4个 可以分开两个吃都没问题 三个月之后可以变回基础补充型 一天吃2个就可以了 有客人问 蛋蛋丸可否配合黄金丸 都可以和瘦瘦丸一起吃 绝对可以 如果你已经吃瘦瘦丸和黄金丸 配合黄金丸 都会更加好的 瘦瘦丸是帮我们体重管理 有时减肥 最怕吃到胶原都流失了 吃蛋蛋丸就可以一齐帮你瘦得来 又漂亮 保持皮肤又淡滑 如果你吃黄金丸 都可以配合一起吃 可能很多客人是因为有暗瘡 严重这些问题 就算吃黄金丸 吃黄金丸帮你皮肤消灭之外 吃蛋蛋丸还可以帮你 防充胶原蛋白 收洗黄孔 所以皮肤就会有滑又滑又漂亮 如果对头发会不会有帮助? 蛋蛋丸对头发也会有帮助 除了可以令你的头发有光较之外 如果你有脱发的问题 更加可以帮助 因为我们头发的最重要的营养就是 加原蛋白 所以补充加原蛋白 给到营养头发 就令到毛浪可以生得健康 头发也不容易脱掉 蛋蛋丸吃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效果真是因人而異 但我们都说 所有的食物物 我们都会看到三个月是一个冷静 而三个月做一个缓用的时间 三个月一个加剂补充 你怎样都一定会感受到美好之处 蛋蛋丸有多少水才可以吃? 因为女孩子从25岁开始 加原就会流失 所以我们就要及早补充 不要等到流失的时候才开始吃 那就会后悔莫及 男人都同样可以吃 所以蛋蛋丸是 男女佬都可以吃的一个失望 加原蛋白很努力 想穿越漂亮又不想老 记得要及早开始补充 不要等到流失才开始补充 那就后悔莫及 你几岁开始补充 加原蛋白 你的天空心会疏出几岁